欢迎收看老跑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奇幻电影瞬间的火柴 阿古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 这天他和老婆以及好友阿昌 在酒吧喝酒 正好同公司的经理和安妮也在 阿昌一直都爱恋着安妮 但是安妮是那种 嫌贫爱妇的女人 一心只想巴结着经理 根本不把阿昌放在眼里 阿古看到阿昌苦恋安妮 于是就想帮她牵线 谁知这个时候 闯出来一个奇怪的男人 吓到了自己老婆 阿古赶忙上前推看男子 谁知那个男子点燃了一只火柴 焦急地要求阿古许一个 大家平安无事的愿望 阿古见他神经兮兮 又重撞了自己老婆 于是就诅咒她立刻去死 欢迎刚落 男人就倒地不行了 酒吧老板赶紧报警 警方来后断定 他是死于心脏麻痹 阿古心想自己诅咒她去死 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这该不会和那盒火柴有关吧 于是趁人不注意 悄悄捡起地上的火柴 带回了家 隔天阿古在公园 仔细端详着这盒火柴 实在搞不明白 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时一个泄定的大叔 走上前来 说自己没带打火机 想抽烟接个火 于是阿古点燃了一根火柴 心里回想起昨天 那个男人叫自己许愿的情景 自己也对大叔说 许个愿吧 大叔开玩笑死地说 想要一头浓密的黑发 说完这个 阿古的头发立刻变成了 蓬松浓密的爆炸头 吓得大叔以为见鬼了 阿古明白了 原来只要点燃这个火柴 让别人许愿 这个愿望就会应验在自己身上 为了再次验证 自己想的是真的 他又点燃火柴 叫理发店的小妹许愿 理发店的小妹说 自己手上的钻戒是假的 想要个真的 不一会儿阿古手上 就出现了一个 又大又闪的钻戒 这下可把他高兴坏了 中午他约了阿昌吃饭 就拉着阿昌许愿 阿昌觉得这个行为特别幼稚 但是拗不过阿古 只好随口说 把了大财之类的愿望 但是火柴烧完 却什么都没发生 原来必须是别人心里 真正的愿望 火柴才会实现 到了晚上 阿昌过生日 阿古又趁机拿出火柴 这一次阿昌在心里许愿了 让安妮成为自己女朋友的愿望 阿古一听 脸色立马变了 果然安妮来到了阿昌 生日聚会 还不停靠近阿古 妻的老婆和阿昌 只跳脚 阿古被赶出了阿昌的生日聚会 原本一直拒绝安妮的阿古 将安妮主动投怀胸抱 不由动了色心 就带着安妮去开房 随时却看到 安妮站着上厕所 知道了她是 年轻人的真相 吓得落荒而逃 回到家后 阿古一直跟老婆解释 好不容易才求得老婆原谅 阿古心想 这每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 要想发财 一定要找一心想发财的人才行 于是她找到街上的流浪汉 让她许愿 可是就在发大财的愿望 快要说出来的时候 楼上的大妈破下了一盆脏 浇灭了火柴 阿古还是不死心 她看到了修道院的人 正在募集善款 于是找他们一起向出许愿 能募集到一大笔善款 可是当大家许完愿之后 阿古身上还是没钱 就失望地把火柴丢了 不想半路上看到电视新闻 许愿的钱 在她落下的公事包里 她是修道院的人 都以为是她的爱心争款 就收下了 阿古赶紧回去找火柴 回到家后 安娜居然找上了门 老婆气得将两人都赶了出去 阿古只好在阿昌面前 请安妮 让阿昌因为嫉妒 许下讨厌安妮的愿望 这下终于摆脱了安妮的纠缠 阿古又来到酒吧 她以为酒吧发生命案后 生意不紧急 老板一定会急着要钱 谁知道 老板却说 自己因为还不了债 要去死 吓得阿古乱用火柴 自处找人许愿保命 可是都事与愿违 所有火柴都已经用完 自己也就不要命死的寻死 就在阿古一心等死的时候 老婆回家发现了地上遗留的火柴 阿古点燃火柴 让老婆许愿 老婆看到满身指伤的阿古 于是许愿向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好如初 最终阿古因为妻子的平常心活救了 很多人都在罪名逐利 甚至有时因为自己的贪念 不惜放弃原来拥有的一切 这个火柴不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火柴 而是让人陷入贪欲泥沼的火柴 这个故事也警示着我们 不要做虚无缥缈的梦 好好把握身边平凡朴实的幸福 才是真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订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订每天都有新东西 希望你们可以幸福